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快会再回去了 没想到后来发生太多 再次造访首尔已经15年之后 那么这一次是以中队长的身份去专访一位特别喜欢的演员 饰演亨利·卡威尔的超人 尤其是因为超人是最高兴的角色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Garrett的Rivia 那么作为巫师的粉丝 我给他带出了一副珍藏的昆特牌 并且约定好下次他在中国的时候玩上一个 谢谢 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角色穿过荧幕 这种体验实在是非常奇妙的 可是倒回到一个月前 当我最开始接触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其实我是拒绝的 那这些原因又要倒回到5个月前 从面胜的那一天开始说起 钟队长他有幸被翻牌成为 诺兰中国情的维尔自媒体专访 这个是我作为UP主的高光时刻 但是在幕后其实我被整的焦头烂额 引尾英语 那你要知道对于一个学过韩语的人来说 几语到底有多难 这个你可能无法想象我们来举个例子 那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我挺喜欢吃的一个小零食 上面有标注这个就是Coffee Biscuit Almond 然后Coffee Biscuit Almond Coffee Biscuit Almond 就是我们再对比一下Coffee Biscuit Almond Coffee Biscuit Almond Coffee Biscuit Almond 那这种智力破碎英语相信只有日本人才能听得懂了 那么也不怕大家笑话 其实我在做诺兰那会儿是请了外援远程翻译 然后再请他录称音频一直听一直听 连睡觉都在听 然后最后这个视频虽然是有惊无险的完工了 但是因为英语的拖累不能给大家带来完美 所以后来有这种邀约我不敢接了 恨抄之前其实我还推掉了一位非常喜欢的演员 就是霸王 然后在放弃和他之间的刀 我其实就已经后悔到车厌世边了 然后一上头早起就去报了一个口语班 交了一大笔水费一致语 特感性疼到不敢框客 那么刚上没几节的时候 对话恨抄这个机会就来了 起初我肯定还先从为尽了 甚至推给了另一位up主 我觉得他更了解恨抄而且人就在手耳嘛 结果这人跟我说英语比我还糟 那这个突然就给了我一种鼓励 原来大家都差不多 总得有人硬肯下来对吧 那在英语好同学看来 这个是一次采访啊 可是在我看来 这个是以赛代电的一堂口语课 要和超人对行英语 但这个情况呢 其实如果反过来看 就是哪怕我一颗心全部铺在英语上面 我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对不对 证明我在拍片子这一块 确实已经完全不去操心了 那这期Vlog就想记录年前最后一次出差 然后难得跟大家分享一些幕后拍摄的日常 那我们先来介绍这次采访的契机 他是亨利带着一部新片来做全球首映 这个故事就讲述了一个叫做艾利的作家 他构思出了一本间谍小说 但其中的情节突然照进了现实 艾利就因此遭到了一个组织的追杀 然后发现原来他的身份也不简单 然后这个片迷你的二概 就是艾利笔下虚构主人公的名字 那在调研过程当中去查了字典 发现他也是菱形的一个变体 同时观察到官方的主海报也用了菱形作为一个主视觉元素 可见其中是别有用心的 那么有心的你就可以抓住这个细节 来武装自己 比方讲把菱形用如初采访用的衣着当中 影视从业者就对视觉语言会有一个默契 那同理假如你要去踩奥本海默之前 就首先要调研诺兰所有的采访 就会发现他出镜无一例外只穿西装 那你就要去配合嘉宾的着装 保障观众视觉上的一个和谐 但我因为没有正装 所以我去借了一件 低调的灰色标准你就很适合做一个陪衬 给对面这位英国绅士多一分的礼遇 那以上这些都是混聚组的时候 跟服装老师学的技巧 但在造型上面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困扰 就是我想许多男同学遇到过这种怪事 就不知道为什么家里总是找不到成对的袜子 好像他们会自己跑掉一样 然后这个不成对的袜子 烫好的衬衫再加上换洗的衣物 带肩盘的iPad 充好电梯去到适用装洗面来 马上骨骑护照 还有充电器转换头 最后再加上一个笔记本 然后这些就是三天两夜的全部装备了 轻装简型的一个包可以买到免托运的低价票 那这个时候就有小聪明要问了 你这个UP主出门怎么不带外配设备 那其实这个东西一直就在手上 就是这个手机 那作为一个职业的导演兼影视UP主 我的良心推荐就是手机 那小时候呢 其实我当然也想过大吉祥 多大对不对 但是用久了 其实你会发现大就是缺点 它需要很多的助理和配件去辅助 才能拍出你构思的画面 那手机呢 它就因为轻便可以随便操作 时尔能够拍到一些上天的构思 比方讲落地首尔出地铁站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脚下湿达达打滑 抬头一看下了好大一程去 那作为一个南方人 这可把我激动坏了 路上又打滑 然后轻握了一次大地 那假如扛着大机器 我怕是已经摔死了 在路上我又看到一个阿姨 她也举着手机记录下了此刻的美好 而我则偷偷举起手机记录下它的美好 假如我带大机器出门 这时候肯定手忙脚乱挑参数了 根本来不及抓到这样生动的画面 手机它就方便许多 它可以多弹出一只手去辅助拍摄 你可以造出一个酷炫的影分身 这一招其实最近繁花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那手机拍摄呢 它腾出的其实不只是一只手 那最重要的是一整颗星 你不必去考虑怎么拍 你只要去想拍什么 像我在过马陋的时候就可以东张西望了 然后突然抬头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飞雪中的阿盖尔 那么走在这个以文语作为主要输出产业的国家 你会发现电影的气氛 它弥漫在整个大街小巷里 这次我抽空回访了以前常去的一家咖啡馆 这个老板娘就是王家卫的一名 她自己找人坐周边 然后把整个咖啡馆打造成了一个港风主题 这里还有专门辟出的下沉式的一个迷女剧场 点一杯咖啡就可以自由选片观看两三个小时 那这次她问我看什么 我想到爱月之城 因为这个片子是我最近一次在观的电影院观看的 然后觉得意犹未尽 但是因为这次赶行程 我其实还要谢绝了 然后老板娘自顾自选了一部放起来 然后突然惊起了我一身鸡皮疙瘩 因为她选的刚好就是我心里想的 你说两个外国人他们能从千百部佳作里面 选中同一部外语电影 这种巧合怕是连编剧都觉得烂俗 不肯写成剧本 是只有电影之神感态的玩笑 这种跨越国界的心照不宣 我其实在附近的另一个地方也感受过 就是韩国电影艺术资料馆 那么截止上个月在这里 举行了分手决心的美术特展 一走进门 你首先会看到一位中国演员的身影 这个就非常让我感动 那韩国电影博物馆 它其实不是讲那种什么历史之类的大维度上的东西 它呈现的主要是实用的生产资料来帮助同学们去学习 比方讲从视觉参考开始到看景照片 主概念图再到三维线模型 还有陈设场景道具的清单等等 这些都是最实诚的工业化的物料 那我相信工业化这个词是有许多是不喜欢的 但是这个恰恰就是今天大多数电影人去吃饭的一个手段了 因为在流媒体短视频城网的环境里面 工业化是可以去打差异化的 哪怕你是一个旷世奇才 你想拍节奏之前你也得先吃上饭 对吧你也得先从立足市场起家 比方讲阿盖尔的导演 Massie Walt就是这样 他出道即巅峰 监制的这部处女作就入围了英国的学院奖 但是他去到好莱坞之后呢 他被市场教育了 他沉寂了多年 直到加入了动作元素 终于靠王牌特工系列重新翻身 那他招牌式的一手动作设计 就是工业化剧组配合的一个产物 尤其印象深刻的是 比如说和摄影师一起合作 设计出了一个调度两分钟的一景道理 或者跟武术指导配合啊 设计出一个堪比三国无双式的一比武士大场面 再或者后来跟灯光师去协作 设计出了一场漆黑的灯光秀一般的动作戏 那这些操作呢就是工业化剧组 胜过八种书品短剧小剧组的一个优势了啊 有趣的是这次阿盖尔的动作设计啊 他给了我一种东城西旧的感觉 他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 那么针对导演的这部分经历 我其实之前理了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作为一个传统英国人 在去到好莱坞遭遇到快餐文化冲击之后 要如何平衡自己喜欢的经典和市场需求的流行之间的矛盾呢 但是后来我其实把这个问题删掉了 因为如今答案是很明显的啊 只有先保持流行的人 他才有资格去创造经典 流行他能够挣到拍经典需要的钱 否则就算你写出了奥本海默 你拍不出来那怎么办 对吧 You say you wanna save jazz How you gonna save jazz if no one's listening Jazz is dying because of people like you You playing to 90 year olds at the lighthouse How are you gonna be a revolutionary if you're such a traditionalist You hold on to the past But jazz is about the future 那今年我两次看《月之城》 都在同一段上面破防了 在这里 Seb他的爵士乐就是我们眼里的电影 我们出生在电影最后黄的年代 上个世纪的电影院 它是最主流的休闲去处 所以这个产业里 它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撑 百花齐放的创作 直到互联网普及之后啊 流量就一家独大的算法一统创作 底层逻辑他收编了个性 电影如此 音乐也如此啊 像Seb他就只能尾声去搞电影神曲了 然后直到他挣过钱之后 才终于又开始了自己 梦寐以求的酒吧 有资格做到自己心爱的三角钢琴面前 有的就必定会有事 那这次采访遇到的另一位演员 也是这样的路线 他叫做沙姆诺克威尔 可能许多人觉得不太熟悉啊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配角专业户 他以前为了生计啊 什么角色都见 比如说他在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部电影里面 演过一个银河系的霜头做梦 然后这位演员呢 他没有超人气的长相 但是他靠打工人的意志力 在圈内熬了40年 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在三块红和牌里绽放了演技 爆揽了金球和奥斯卡的最佳男配 现在成为了阿格尔的男主角 那像他这样的人 就是可以一边跟市场磨合 一边坚守自己的印象 但是其实反过来 也有人是妥协不了一点的 他情愿饿着肚子 硬着头皮 也要独自前行 那么在这次首尔的采访结束当晚呢 我就去跟一位 网聊了许久的粉丝老师奔现了 他是一位动画画师 然后曾经安利过我许多对味的作品 然后其中有一部叫做《孤高之人》 他讲述了一个不合群的爱人 他痴迷于登山 他很享受独自盘登 不愿意组队 来确保安全 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喜欢高山的理由 正因为那里只有他自己 他不必是任何人的负担 也不会有任何人的背叹 那像这种案例 他就又让我感觉到了一份 就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其实大家认识我的契机 我相信都是通过中队长的视频 那这些其实就是孤独的产物 可以很骄傲的说 从调研写稿找素材 布光拍摄剪辑到上字幕 都是我一个人 那除了赶进度的时候 会召唤小徒弟 绝大多数视频 包括你现在看到这条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手做的 绝对不是什么一个运营账号 或者是一个公司做的活 而纯粹是一个人的个人表达 我一个月跟一条视频 是因为我只能做一条 有时候得花两个月 尤其是写稿子这个部分 要多花很多时间 最少在一周 因为要多出两个额外的步骤 一个是校对 就比如这一次给阿盖尔找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 就是说他有一个改编的同名小说原著 然后这个小说作者和影片里 那个小说家一样也叫艾丽 然后电影里面 他是有一个隐藏身份的 所以现实当中有人揣测 这个作者也有一个隐藏身份 就有一个主流猜测 根据种种线索推导出 这个人是Tinner Swift 因为他跟女主一样 养着老毛 穿灵晴花纹的衣服 逐过纽约 而且他跟导演 还都是环球旗下的一年等等 这个东西说的煞有介事 一看到这么多蜂勇而来的资讯 我其实一下子也快信了 然后赶紧去睡了一觉 等醒过来了冷静了 你再去想 你说一个顶级的歌手 他哪来的时间偷偷写小说呢 那除非要么是他没有在好写歌 要么这个小说是他乱写的 对吧 但是这个故事呢 全是麦高芬这种老派的编剧技巧 一看就他得是一个老师傅 按着希希克克一套东西写出来的 判断过后 我才应该这个东西是先有一个剧本的 然后所谓电影改编自某本原著小说 这个说法应该是宣发跟观众开了一个玩笑 是为了跟故事形成一个套娃结构 交对了这个信息之后呢 我就不可以再把Taylor Swift做进话题了 但我相信换作是其他人 可能直接要把它做成封面式层流量 对不对 那这件事情就很像我上次做泰坦尼克的时候 就是查到百度百客他告诉我 泰坦尼克也有一本原著小说 然后我买过来一读 它是一本不亚于哈利波特与暴走龙的杰作 你要知道就算我不去做这个校对 观众也不会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 毕竟百度都这么说了 那么我花精力去校对的意义在哪里 说说完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么另一个更难的更花时间去做的步骤 就是做减法啊 就是我觉得会去删自己稿子的人啊 大多可能是比方讲借过烟的 这不是一般的狠人 我有一个规定是自己的字数一定不能到万 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灌输说 你身为一个影视民工你要用文字才能表达清楚 实在是一道七尺大辱 所以就是现在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啊 写完稿子之后我会做两轮的删改 哪些句子可以在剪辑时候用蒙太奇补上语意 或者是去拍一些画面做代替 也因此就是这些风景其实都在我的脑袋里了 别人没有办法帮我剪这个片子也是这个原因 我只能一手包版 然后其实我是很享受中队长这种单兵作战的创作方式 甚至更胜于石岛的这个团队合作啊 那去年我在香港啊遇到了一位粉丝老师 正巧他的老板呢是石岛的一个智天 所以他就听说了啊我其实是片场暴君 有一次骂人的声音覆盖了半个狠点 但那次其实是因为当时天光只剩最后一分钟了 假如当时我旁边有把枪一定会把那个后颈磨蹭的人当场击毙 也许事后会有一些愧疚啊 但是一定肯定是要优先保天光的 像这种情况就是你去做团队合作里面肯定有混饭吃的人 对吧这个会让我觉得不知所措 我也知道他们其实是要养家糊口的 那么做中队长就不用去迁就别人了 对不对就可以一个人肆无忌惮的做片子 那付出的代价大不了就是少正点啊 那其实中队长这几年接的商贷 你可能想不到总共没有超过十个 因为做视频本身让我觉得说值得 尤其是见过粉丝老师之后 我是很明确的就是原来真的有人能够理解我那些没有直言的门太奇的意思 然后去年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见了很多不同的粉丝老师 香港啊首尔啊上海啊 还有北京的环球公司里面都能见到粉丝老师 然后和每一位老师去交流的时候 我都能感觉到独属于他的不同和热情 这绝对不逊色于克里斯托夫诺兰或者是亨迪卡维尔的 我的视频能被这样的人喜欢 让我感觉到真的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他支持了我继续去享受独立创作 那这个孤高之人这部漫画听说也是根据有真人真是改编的 然后这个原型他在登峰造极之后呢 在30岁的时候就死在了山里 我想也许山脚下的居民会惋惜他一年早逝 但是身为登山的同行应该会很理解 这就是冒险的代价 这个突然又让我想到昆特牌的一个游戏规则 就这个游戏很特别 他一轮三局取两胜 但是因为手牌有限 所以你想赢的话 你就必须要留底牌 故意输掉前面的一局游戏作为一个代价 然后才能赢得中牌 但假如你在前期all in 那么必然是活不到最后一局的 那按理说为了赢到最后的话 你就必须要忍气吞声先输一些对不对 但总有人他是不完场地出牌的 他玩游戏不是为了 他是反逻辑的 我想就是AI永远不可能理解的 但是人会理解 会有人把他的故事改编成漫画 改编成电影 改编成歌曲去传唱 来慰藉其他独行的人 那乍看这个好像又有些矛盾啊 就是一个享受孤独的人 假如他感受到了某种志同道合的陪伴 那么这还算是孤独 但是就我的个人体验是 你会同时享受到孤独和陪伴的双倍快乐 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果然今天这个Vlog也扯远了 但在结束之前我一定想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个有趣的经历 就是在三个月之前 当我帮阿弥去拍陈英讯的时候 最后Eason他在合影上写下了一句 非常让我熟悉的话 这让我又感受到了冥冥当中存在某种 不期而遇的心脏补学 那么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来年不见不散 感谢你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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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感谢你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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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丁 给大家拜个年 来 感谢您的时间 或许多